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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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实不用 它有完整功能 但是不用付费用 自由软体 里面的话当然要 也就是说 如果你第一次上课的环境不OK 刚有同学问到 你也可以去下载我云端上面的那个懒人包嘛 懒人包的话呢 我是放在安装环境里面 你也可以把懒人包下载下来 解压说到低叠 只要记得跟你之前安装的环境 资料夹名称不要一样就好了 有两个环境没有关系 资料夹名称不一样就可以了 比如说一个是叫1 一个叫2也可以 资料夹名称不一样 那你就可以怎么样 再去执行它 也没有问题 所以如果说你的环境不OK 你就可以把我的环境下载 但是呢 会有一个问题 它第一个 它档案价还蛮大的 大概300Mbps 了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 因为一般的电脑里面呢 大部分都没有装那个Java的JDK 因为Eclipse执行的时候 你一定电脑里面一定要有装JDK 如果没有 那就会跳出什么 第一个 执行的时候就跳那个什么 它找不到那个JVM 就是Java的Virtual Machine 就是它要有一个虚拟环境 那这个就是必须要装的 但是这个不是必要选项 因为如果你之前已经装过 你就不用再装 它只要装一次 你电脑里面就有了 除非说你电脑有重灌过啦 不然的话理论上之前有灌过就不用再灌了 那你可以把它下载下来 那理论上现在因为 下载应该是还蛮快 因为现在我发现大家的那个频宽都拉大了 甚至有的拉到100Mbps 甚至最大好像是300Mbps 这是非常快速啦 所以我们这边可能大家一起有在用 所以比较慢一点 然后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相关的那个讲义部分的话 像第一次上课 我的上课简报我这边也有 如果你需要的话自己再把它打开 我之前的那个上课的简报 我也把它放在这里 如果你需要的话可以 这边稍微看一下 里面的话相关的说明 安装环境的部分 第二个的话呢 还有相关后面我们会再结合什么呢 Python的入门 入门的部分就上学期讲过的啦 比如说呢 我可能会需要做一些 呃 跟那个程式做互动 那互动部分的话 我希望怎么样 可以把它 可能原来上个礼拜做的东西 可以再把最后的结果呢 放到哪里呢 可能就放到 那我们那个网页上面可以看到 比如说这边有一题啦 后面各位 那这个我想有些细节 可能会讲的比较快一些些 如果你对这部分不熟悉的同学 可以自己稍微再看一下讲义 那里面的话 比较重要像流程控制 一幅的逻辑判断 比如说呢 后续我们 针对上个礼拜的那个练习 可以延伸 比如说呢 我可以输入一个年龄 帮他去判断说他到底是未成年 还是青年 壮年 老年 OK 假设啦 比如说你今天输入一个参数 他接收到之后 他可以丢出Response 有没有 上一半好像有个HTTP Response Response的意思是说返还给你啦 所以会有个Request Request 是他会接收到讯息 实际上在那个Server端就是伺服器 我们现在讲的动态网页 这个动态指的是你跟Server之间的动态互动 其实所谓的互动就是说 因为有个Server 就伺服器它24小开车嘛 那里面他有资料库有资料 他怎么丢给你 所以你必须要给他一个讯息 就是他会接收到你要什么 所以会有个Request 然后会丢回来给你就Response 所以一定是Request Response 那问题就是说你要怎么丢给他 丢的方式有很多种 如果以前学过PHP 我最强调的是一个是Get 一个是Post Get的话会在网址上面看到 有没有那个UIL上面有个 什么什么相关的参数有个问号 或者什么可以传递给他 那Post的话呢是不会 你看不到网址上 但是他还是可以丢 他会比较有加密安全性的话 会用Post的方式 那这个部分的概念 其实 无论是哪一种动态源 像PHP JSP 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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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堆像即便是Jungle 它的概念也完全一样 所以你会发现 Jungle每一本书前面第一章 可能写的都跟其他动态网页的 其实都差不多 跟你讲一些网路上的相关知识 如果你以前有这方面知识 那最好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 大概后面会提到 还有像BMI 比如它身高体重 输入之后返还给你 它是不是标准 或不标准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我们也慢慢会把这个 像类似的这样的范例 再结合到Jungle裡面 也就是之前 我们是直接在Python裡面run 那现在的话呢 就把它再改到 我们Jungle環境裡面 可以把它执行 所以这部分的话 还是请各位有时间自己看一下 这个放在讲义 所以安装环境 讲义 那其他大概就云端白板了 上个礼拜的东西呢 其实也会在这个 建立专案及APP 这个单元 所以呢 上个礼拜的东西 我们再把最重要的部分 再跟各位复习一下 也就是如果你要建立一个Jungle的专案的话 一 你一定要先把你的Eclipse开启 所以呢 我们一样到我们的那个 低叠底下 我把那个低叠底下 Jungle的环境 那我这边有一个Eclipse jungle 但是如果说你刚刚不是有一个 下载了一个什么懒人包 那个懒人包呢 我把它下载到这边 你只要怎么样 把它解压缩到这边 我习惯拖拉过来 解压缩字词就可以 不过只要什么 解压缩字词的时候呢 它会出现的名称 有没有 是一样的 所以他问你说 已经存在怎么办 先取消一下 记得干脆把这个 原来旧的 我习惯是加一个底线 加一个old 再解出来 只要两个目录名称不一样 就可以了 所以如果说你假设 你要用我的懒 你之前的那个环境 好像有一些问题 没关系 你就把它解出来 那解出来之后呢 它的名称呢 会叫做Eclipse jungle 你就把它执行起来 就是我之前的懒人包 那你原来的东西还在 它会不会冲突呢 它不冲突 因为它是免安装的版本 免安装的话意思是说 彼此之间不会互相冲突 你会想说 那很多版本 会不会有什么缺点 就浪费空间而已 其他没什么缺点 像因为Eclipse 我前面讲过 它除了可以开发Python之外 它可以开发Java 可以开发Enjoy 可以开发PHP 可以开发JSP 一堆 那所以好像我以前的做法 我反正每个资料 绝不一样 那我今天要开发哪一个 我就把它打开来 打开来就可以开发了嘛 对不对 那这样不就可以多环境 而且其实说真的 它虽然说它的 解出来有416MB 可是其实跟其他的开发环境 比起来的话 Eclipse真的算是非常的 什么省空间的啦 400多MB 不到一区耶 像那个Visual Studio我讲过 你随便一装起来 都要340GB的空间 比起来的话 其实已经算是非常的节省了 那你只要怎么样 在把这个环境 直接解压缩之后 一样里面的东西都长得一模一样 你就执行这个Eclipse 然后呢 再做什么呢 相关的设定就是 至少你要先确定几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 我们的那个什么呢 你有没有把Eclipse跟Python做 两边的做串联 做连接 那连接的部分的话 记得韩式库要引用进来 无论你是旧的环境或新的环境 其实做法都一模一样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 我想开头做完 再来就是我们就是开始建立那个 Jungle的专案 所以这部分请各位先准备一下 那待会我们再接着来看后面的部分好了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